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汉武帝时 蜀人杨德义在朝中担任狗奸 常在汉武帝身边 有一天 汉武帝读了司马向儒的子虚父后 大家赞赏 遗憾地说 可惜我偏偏不能和作者同时代呀 杨德义正好在旁边 听到皇上的话 马上说 臣有个同乡叫司马向儒 曾说这篇父是他写的 武帝一听又惊又喜 立刻派人赵向儒入京 向儒来到京城 夜见了皇上 说 臣确实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但那只是叙述诸侯游猎的父 不值得一看 不如让臣再写篇 关于天子游猎的父 臣写好后 一定立刻敬献给陛下 武帝很高兴 让尚书准备书写用的毛笔和木节 司马向儒完成了文章 然后恭敬地献给汉武帝 在文章中 向儒借三个虚构的人 子虚 乌有先生 吴氏空 他们三人的对话 来扑絮天子 诸侯在院幼中 游玩打猎的壮观景象 子虚即空言虚语 用以称说楚国之美 乌有先生 即没有这回事 用来替齐国劫难楚国 吴氏空 即没有这个人 用以阐明天子大义 这篇幅文字华美 气势磅礴 在最后一章中 向儒把文章主旨 归为节俭二字 想借此达到奉建的目的 汉武帝看后大为赏识 命向儒为狼官 即皇帝的侍从官 几年后 唐蒙奉命略取和开通夜郎 伯中二帝 当时唐蒙蒸发了八郡 蜀郡的官兵达千余人 郡中又增援水陆运输 补给人员万余人 形式动众不说 唐蒙还引用了军心法 及战时的法令制度 处死违背命令的大帅 于是八蜀二郡的百姓 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消息传到京城 汉武帝就派司马向儒出使八蜀 责备唐蒙 安抚民心 告知八蜀的百姓 唐蒙的做法并不符合天子的本意 向儒奉命前往 他写了一篇习文 欲八蜀习 下发各县道 小于百姓 完成使命后 向儒又返回京城 向汉武帝汇报情况 唐蒙攻取夜郎以后 接着又要开通去西南夷的道路 于是又蒸发了八蜀 及广汉三郡的士族 几万人参加驻路 历经两年 道路还没有驻成 士族多数死亡 耗费的钱财更以亿万计 蜀地的百姓和汉朝当权的大臣 大都认为 继续开发将对国家很不利 细穷则二帝的酋长 听说南夷夜郎等 与汉朝建立联系以后 得到了不少赏赐 便也想像南夷那样 向汉称臣 请求汉朝在穷 则两帝也设置官吏 加以管辖 因为向儒是蜀郡人 对西南少数民族事务 比较了解 汉武帝就向他征求意见 向儒回禀说 穷 责 染 忙 等地和蜀郡距离很远 道路也容易开通 秦朝时曾在那里建立郡县 到汉代才废除 现在如果能恢复重新设置郡县 那么他的价值将大大超过难以呀 汉武帝认为 司马向儒讲得很有道理 便拜向儒为中郎将 持福节出使西夷 向儒带着富士王然鱼 胡冲国 吕月仁 乘坐四匹马拉的专车 借到巴蜀出使西夷 准备用财务去拉拢 收服西夷 司马向儒奉命出使西夷 到达蜀郡时 蜀郡太守及所属官员 都到边界上迎接 县令亲自背着弓箭 在前面引路 蜀郡人无不引以为荣 卓王孙和林琼的父老们 这时也凭关系 到向儒门下献牛献酒 讨向儒的欢心 卓王孙感慨万千 后悔自己没早点把女儿文君 嫁给向儒 因此又分给女儿一批财物 司马向儒派人平定了西夷后 穷 泽 染 芒 私瑜等少数民族的酋长 都臣服了汉朝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向儒作父建武帝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乐 向儒作父建武帝 司马向儒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 他的词付写得非常精彩 很受汉武帝的赏识 在朝廷担任了官职 向儒与卓文君家 结亲以后 家境很富裕 因此 对升官发财不感兴趣 他还患有口吃的毛病 身体也不好 经常拖并贤居家中 不上朝议论国事 但向儒喜欢写父 劝谏汉武帝 有一次 向儒奉命出使西南夷 那里的老百姓 对朝廷劳民伤财 修路通往西南夷的道路 很有意见 朝廷也有大臣反对这件事 向儒本来也想劝劝汉武帝 但他又想到自己曾经主张修路 不太好再反对 就写了一篇 难属父老 一方面说明自己初始的目的 解释汉武帝原先的修路设想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地人民 苦于负担的情况 想借此劝谏汉武帝 不想后来有人上书 控告司马向儒 说他出使西南夷时 曾收贿赂 向儒因此丢了官 不过一年以后 他又被任命为狼官 又有一次 向儒跟着汉武帝到长阳宫一带打猎 他看到汉武帝东奔西跑的追逐野兽 觉得很危险 于是立刻写文章 劝谏汉武帝 汉武帝看了文章 觉得文采飞扬 道理深刻 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打猎回来时 他们路过夷春宫 当初秦二世就是在这里自杀的 他的墓还在 向儒很感慨 又写了一篇幅给汉武帝 总结秦二世亡国丧命的教训 希望汉武帝引以为戒 后来 向儒被任命为孝文元令 掌管汉文帝的陵园 当时汉武帝十分喜爱仙道 向儒怕他过分迷恋仙道 误了国家大事 又写了大人父献给武帝 没想到武帝却很高兴 称赞文章写得好 令他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向儒晚年因病免官 闲居在茂陵县 武帝听说他病得很重 恐怕他写的书以后会医师 赶忙派索宗 去把他的著作取来保存 索宗赶到向儒家中时 他已经去世了 家中却连一本书也没有 索宗很奇怪 问向儒的夫人 他说向儒虽然时常写书 但都被人拿走了 所以家里总是空空的 不过向儒临死前留下一册书简 说将来如有使者来寻书 可以交给他 索宗把那册书献给汉武帝 书中劝戒汉武帝要到泰山去封膳 为天下的百姓祈求幸福 汉武帝看了十分感动 采纳了他的建议 感谢收听 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经过赵国的都城 去攻打韩信叛军 赵王把他献给了刘邦 不久他有了身孕 赵王张敖不敢再让他住在宫内 便专门为他在宫外 另建一座房子居住 在这之前 高祖七年 公元前两百年 刘邦由平成回京 路过赵国时 对赵王非常傲慢无礼 赵相冠高等人愤愤不平 所以在刘邦这次路过赵地时 准备行刺刘邦 高祖九年 事情败露 牵连了赵王 赵王全家都被收捕 囚禁在河内军 刘长的母亲也在其中 她告诉玉丽说 我得心于皇上 已经有了身孕 玉丽便禀报给高祖 高祖正在为赵王谋反的事情 发脾气 没有理会 当时 辟阳侯神义姬 侍奉吕后 很受吕后的宠幸 刘长母亲的弟弟赵监 就请求辟阳侯 在吕后跟前说说好话 让吕后劝劝皇上 但吕后生性后嫉妒 哪里肯为刘长的母亲说情呢 辟阳侯见此 也就不再作声了 刘长的母亲生下她后 心中充满怨愤和失望之情 在狱中自杀身亡了 玉丽把刘长送到高祖那儿 高祖看到哇哇啼哭的婴儿 追悔莫及 让吕后把孩子带去抚养 承担起母亲的责任 同时把刘长的亲生母亲 伊礼下葬 高祖十一年 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七月 淮南王英部造反 高祖便立刘长为淮南王 掌管英部原有的封地 高祖亲自带兵 消灭了英部的叛军后 刘长便正式即位为淮南王 刘长从小失去母亲 一支依附吕后 因此 汉徽帝和吕后执政期间 他都侥幸逃脱了灾难 刘长长大后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他对辟阳侯充满了仇恨 恨他当年不尽全力搭救自己的母亲 但是刘长把这种情绪深埋在心中 并不表露出来 后来汉文帝刘恒即位 刘长自是与当今皇上关系最轻 所以悟空一切 骄纵放肆 不把国家法令放在眼里 但是汉文帝念在手足情分上 总是很宽容他 文帝三年 公元前一百七十七年 刘长进京朝见皇帝 他态度骄横行为放肆 随从皇帝到御苑打猎时 不但与皇帝同乘一辆车 还常常公开叫皇帝为大哥 好像除了皇帝 天下就属他第一了 刘长天生是个大帝士 能把一口大鼎轻轻地举过头顶 这时他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 就跑到辟阳侯的府前 嚷嚷着要见辟阳侯 等辟阳侯一出来 刘长就从衣袖中 取出预先藏好的铁锤 罩着辟阳侯的脑袋 就是狠狠的一锤 辟阳侯的脑袋被打开了花 刘长命令随从未尽 割下辟阳侯的脑袋 然后他又赶着马车 来到皇宫门前 刘长赤裸着上身 向皇帝自首 他说 我母亲当年不该因冠高 谋反一事受牵连 那时辟阳侯有能力 说动吕后为我母亲求情 但他不肯尽力 这是头一桩罪 赵王母子本无罪 吕后杀害了他们 辟阳侯也没有为他们说话 这是第二桩罪 吕后分封娘家人为王 想以此危害刘家王朝 辟阳侯也不加反对 这是第三桩罪 我今天替陛下除了这个奸贼 并为母亲报了仇 现在我请求陛下处置 汉文帝原谅他为母亲报仇心切 又是至亲 所以赦免了他 从此 上次伯太后 下级太子重臣 没有人不害怕刘长的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刘长焦纵步伐 上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远注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播讲 汉队 汉 刘长 教练 教练 怀南往刘长 垂沙 辟洋侯以后 回到自己的风国 比以前更交红放纵了 他自己颁布了一套法令 不再采用朝廷的法令 他还学着天子的样子 出门时乘着黄盖车 经过的地方都要轻到戒严 而且把自己所下的命令称为智 刘长还任意设置惯例 把郎中春封为丞相 他收容了各地逃亡的人 给他们安排住处 还赏赐给他们财物 绝路和田宅 有的爵位竟达到了关内侯 享受两千弹的俸禄 这些已超出了一个诸侯的权限 为了隐藏逃犯 他还滥抓无辜者充数 他任意杀人 还随意给别人判罪 让他们有冤无处深 有苦无处诉 不仅如此 他又随意赦免罪犯 目无王法 对于汉文帝 刘长也渐渐不放在眼里了 有一次他得了重病 文帝念及手足之情 十分忧虑 专门派使者送书信表示慰问 还送来早谱 刘长不但不敢动 反而拒不接受文帝的赏赐 甚至连汉使者也不愿意见 又有一次 住在卢江郡内的南海郡人作乱 淮南王的官兵 平定了他们 文帝遣使者前往慰问 并赐给刘长 捐驳五千匹 用以分赏给官吏和士兵 刘长不愿意接受赏赐 还谎称境内没有穷人 南海百姓王之 有块玉璧 他想献给汉天子 淮南王的中尉 监济 擅自将王之给汉天子的成文 烧毁 不让汉天子知道这件事 后来 朝廷得知此事 要把监济召来治罪 淮南王刘长 袒呼部下撒谎说 监济病了 丞相春想入京 向天子说明情况 刘长大怒骂道 你是想背叛我 而依附汉事吗 汉文第六年 公元前174年 刘长受益男子淡 汉时称没有官决的 成年男性为男子 事武开章 汉时把有罪 失去官决的人 称为事武等人 企图凭40辆马车 在谷口发起叛乱 又派人去拉拢敏月和匈奴 想让他们分别在南方和北方 骑兵支援 开章负负责 开章负责联络 他去拜见刘长时 刘长总是与他同坐而语 同坐而识 又为他置家室取妻子 还封官许愿 开章等人的阴谋活动 后来被朝廷察觉 有官部门派长安县位 其等前往淮南国捕捉开章 刘长把开章隐藏起来 不肯交出来 后来见事情紧急 便与奸绩合谋 杀了开章一灭口 并置办官果一备 把开章葬了 还骗前来抓人的官吏说 开章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又故意造了一个假坟 上面立了一块标志 写着 开章已死 埋在这里 这次谋反被发掘后 朝廷严加追查 一面派使者 召唤淮南王刘长 到京师长安待命 一面由丞相张昌 代理御师大夫冯靖 宗正义 廷魏贺等人 组成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 调查小组 对淮南王刘长的罪行 一一查证清楚以后 便上书汉文帝 陈述了刘长的不轨行为 请求判处他死刑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刘长交纵不法 下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刘长交纵不法 下 汉文帝看了看 要求处死淮南王刘长的奏文后 下指说 我不忍心依法论处淮南王 请你们再商议商议吧 专相 专相张仓 代理御师大夫冯敬 宗正义 廷尉贺等 再次上奏道 我们经过会上后 大家一致认为 刘长不遵守汉朝法度 不听从天子的诏令 竟然暗中 拒重谋反 图谋不轨 应当依法论处 汉文帝又下指说 我不忍心杀了淮南王 就赦免他的死罪 废去他的王位好了 张昌等人经过商议后 又上奏岛 刘长犯有死罪 只废除他的王位还不够 我们再次请求 把他安置到蜀郡延道县 琼来山游舍居住 由盐道县给他准备住处 提供生活用品 同时我们请求将此事布告天下 文帝同意了 说 每天供给刘长五斤肉 两斗酒 准许他最喜欢的美人 才人等食人随从居住 别的依照奏章办理吧 就这样 参与淮南王刘长谋反的人 全部被诛杀了 淮南王刘长被装进囚车 踏上流放的路途 这时大臣袁昂向汉门帝敬言说 陛下平时放纵淮南王 才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不过淮南王性格刚烈 如今突然受到打击 我怕他会在路途中得病死去 这样一来 陛下就会担上杀死亲弟弟的恶名 那时又怎么办呢 汉门帝不在意地说 我不过是要他尝点苦头 使他知道会晤就行了 不久就会召他回来的 便没有听远昂的劝阻 淮南王刘长关在囚车中 一路颠簸心中很郁闷 他对手下人说 谁说我勇猛无畏 我因做事太过分了 一直落到今天的下场 人活一辈子还图个什么呢 于是绝食而死 他的死讯很晚才被上奏朝廷 因为大家都怕承担责任 汉门帝听到刘长的死讯 痛哭不已 十分后悔 他对袁昂说 我没听您的话 最终害死了淮南王 袁昂劝慰门帝说 事已至此 还望陛下相开些 汉门帝问 我该怎么办呢 袁昂献祭说 只要杀掉丞相 代理御师大夫就可以了 文帝却下令丞相 代理御师大夫 逮捕拷问 沿途各县部负责的官员 把他们全部处死 然后又以猎猴的礼仪 将淮南王流场 安葬于雍县 并派三十户人家 为他看守坟墓 文帝八年 公元前一百七十二年 汉文帝怀念淮南王 封他的儿子们威侯 当时淮南王的四个儿子 都只有七八岁 文帝十二年 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 有人编了首儿歌 永唱淮南王 一尺麻布 还可缝衣而同川 一斗骨子 尚能臭敏而共识 兄弟两人 却不能相容 文帝听到后 叹气说 哎 顺放逐弟弟相 周公杀死弟弟 管树菜树 天下都称他们是圣人 这是为什么呢 只因他们不逊 四孙公而已 如今老百姓唱这样的歌 难道以为 我是为了贪图淮南王的封地 而逼他去死的吗 后来 他又牵程阳王流喜 统下淮南王流畅原来的封地 追视淮南王为利王 还为他设置了陵园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刘安续谋作乱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播讲 汉乐 刘安续谋作乱 刘安是刘长的儿子 后来也被封为淮南王 他喜欢读书 弹琴 不爱涉猎跑马 整天寻思多行功德 安抚百姓 使自己的美名流传天下 但他对父亲淮南立王的死 一直耿耿于怀 常想举兵反叛朝廷 只是没有机会 汉武帝建元二年 公元前139年 刘安入京朝建汉武帝 当时武安侯田坟任太尉 掌管全国军政 他同淮南王刘安的私交很好 刘安进京 田坟亲自到坝上迎接 田坟私下对刘安说 当今皇上还没有太子 大王是高祖皇帝的亲孙子 又广失仁义 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旦皇上去世 除了大王 还有谁能继承皇位呢 田坟的话 郑重刘安的下怀 他赠送给田坟一大笔钱 从此 刘安暗中广捷兵客 安抚民众 预备有朝一日 反叛朝廷 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 天上出现长长的彗星 刘安心里很奇怪 有人就对他说 当年吴王起兵时 天上曾经出现彗星 长不过几尺 就这样天下还流血千里 如今出现的彗星 竟从天这头横扫到天的那头 可见天下一定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战事要发生啊 淮南王刘安认为 当今皇上没有太子 一旦发生突然事变 天下诸侯将群起而争夺皇位 因此 他加紧扩充备战 大量集聚钱财 收买各郡首 县令 诸侯 招收游侠之士等 一些便是故意制造各种谣言 以迎合刘安 刘安一高兴就赏给他们许多金银财宝 同时 谋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更积极了 刘安有个女儿叫刘灵 非常聪明 很有口才 刘安很疼爱她 常给她许多钱 要她在京城长安赐探消息 并结交网罗皇上身边的人 刘安的王后名徒 很受她的宠幸 王后生了太子刘谦 刘谦的妃子 是皇太后外孙修成军的女儿 刘安害怕刘谦的妃子 知道谋反之事后泄露出去 就与太子谋划 让太子假装不喜欢她 后来 刘安又假装生太子的气 强行把太子和妃子 关在一个房中 三个月过去了 太子始终不亲近妃子 妃子受不了太子的冷落 便请求离去 刘安于是上书谢罪 并派人将妃子送回了娘家 王后徒 太子刘谦 以及女儿刘林 得到淮南王刘安的宠爱 独揽淮南国大权 横行霸道 他们成为刘安密谋作乱的 左膀右臂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首属两端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首属两端 元术三年 公元前126年 汉武帝特阵淮南王刘安 不必按惯例入京朝见 元术五年 公元前124年 淮南王太子刘谦 学习剑术 自以为国内无人可比 又听说 狼中雷劈 鲸鱼剑术 便换来同他鄙视 面对太子的进攻 雷劈一再退让 最后才出手 结果还是不慎击中了太子 太子大怒 雷劈心里非常害怕 当时朝廷正招兵攻打匈奴 雷劈想去参军 但太子刘谦 却三番五次地在淮南王刘安面前 说雷劈的坏话 淮南王于是命郎中令 撤了雷劈的职 还不让他去参军 雷劈偷偷逃到长安 上书申冤 汉武帝命掌管刑狱的廷尉 及河南郡都尉 共同审理这件案子 河南郡官员经过查处 派人去捉拿淮南王太子刘谦 淮南王和王后拒不交出太子 还想发兵叛乱 但记忆了十多天 仍犹豫不决 恰好皇帝又有诏书来 命令就地审讯太子 不必押送河南郡了 就在这个时候 淮南国丞相 看到主管行御的寿村县城 包庇太子十分震怒 他上书弹劾寿村县城 犯了违抗赵令的不敬之罪 淮南王为此向丞相求情 但丞相不听 淮南王便让人上书控告丞相 朝廷又将此案交给廷尉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将淮南王刘安也牵涉在内 刘安派人进京 设法从朝廷公亲大臣中打探消息 得知公亲大臣们都主张逮捕处置他 他害怕谋反的事情要暴露 就和太子商量对策 太子献祭说 汉使若来抓您 您可以派人穿上卫士的衣服 拿着急站在厅堂上 情况危急时 他们就可以出其不意地赐死汉使 我同时派人杀死淮南中尉 然后我们再发兵 也还来得及 然而汉武帝并没有批准公亲大臣们的请求 而是派遣汉中尉殷红 到淮南国就地询问淮南王 淮南王一听说汉朝使者来了 就按太子的计谋做好了安排 但是殷红见了淮南王以后 脸色平和 只不过问了问雷批被罢免的有关事情 淮南王见此 心想大概没什么事就没有行动 殷红回到长安 把情况做了汇报 负责查处淮南王的官员们认为 雷批等人自愿应征去抗击匈奴 淮南王却加以阻挠压制 这明明是不把朝廷的诏令放在眼里嘛 依照法令应当判处他死刑 汉武帝没有批准 官员们又请求废除淮南王的王位 皇帝还是不答应 官员们只得请求把淮南王的封地削减五个县 最后汉武帝只同意削减两个县 并派汉中尉殷红去淮南王宣布这个诏令 淮南王刘安起初只探听到官员们 请求诛杀他的消息 并不知道后来只是重新发落 所以听说汉使又来了 害怕遭到逮捕 又准备按照先前定好的计策行事 殷红这次来到淮南国后 立即向淮南王道贺 宣布皇上的设令 结果淮南王又没有发动成叛乱 事后淮南王还委屈地说 我广施仁义 却还遭到削减封地的惩罚 真不公平啊 因此他不但不知改过 反而更加积极地准备造反 一些人制造谣言 说皇上没有子嗣 朝廷不太平 淮南王听了便很高兴 如果有谁说朝廷很太平 皇上有了子嗣 淮南王就很生气 认为这是胡说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刘健告状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刘健告状 怀南王刘安 有个数出的儿子 名叫刘不亥 他在兄弟中年龄最大 却得不到刘安的喜爱 刘安和王后都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 太子刘谦也不把他当作兄长看待 刘不亥有个儿子 名叫刘健 很有才 也很自负 对于太子刘谦不把自己的父亲视为兄弟很不满 也痛恨淮南王的偏心 当时的诸侯王都能分封子弟为列侯 淮南王只有两个儿子 一个当太子 而另一个儿子刘健的父亲 却偏偏不能封侯 因此 刘健暗中与外人联络 想寻击把太子搞下来 让自己的父亲取而代之 太子刘谦得知此事后 几次找茬把刘健抓起来痛打 刘健寻击报复太子 他对太子以前企图刺杀汉中卫英红的阴谋 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 他让自己的密友装纸上书给天子 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儿利于行 淮南王的孙子刘健很能干 却时常受到王后突兀和太子刘谦的嫉妒和迫害 刘健的父亲没有犯什么罪 他们却多次要杀害他 这些事刘健可以作证 可以照他来询问 汉武帝得道奏书后 并令廷尉处理这事 廷尉又把他交付给河南郡去审理 这时 原辟阳侯沈一七的孙子沈钦 和丞相公孙红很要好 他暗地里怨恨 当年淮南立王刘长杀了自己的祖父 于是乘机在公孙红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刘安的许多坏话 公孙红因此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 便对此案进行追查 河南郡对刘健进行了审问 刘健的供词牵涉到淮南王太子以及他的党羽 淮南王刘安深感忧虑 便想发兵叛旁 他问五皮 汉朝的天下现在太平不太平 五皮回答说 天下太平 刘安心中不高兴 又问 你凭什么说天下太平呢 五皮回答说 据我观察 汉朝人心安定 君臣团结 社会风俗和国家法度也没有什么缺陷 所以 目前天下的形势 虽然赶不上古代的太平盛世 但还算得上是太平的 淮南王听了勃然大怒 五皮连连道歉 淮南王又问五皮 萧山已动 假使发动战争 朝廷必定让大将军为清率军来评判 你认为大将军是怎样一个人呢 五皮说 我的好友黄毅 曾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 回来后告诉我说 大将军对待部下十分有礼 对于氏族也颇有恩惠 所以大家都乐意为他效力啊 大将军骑马奔驰如飞 很有才干 我认为大将的才干这么大 有多次统兵征战 统小军事是很不好对付的 怀南王听霸 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五皮献祭 敬请收听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 汉月 谋逆丧命 怀南王刘安 想发动国中之兵谋反 又担心他的丞相 和两千档级官员不听从 就与五皮商议 准备故意造成宫中失火 趁这些人入宫救火的时候 杀死他们 这个计划还未定下 又有人献祭说 可以派人装扮成追捕盗贼的士族 手持征兵文书 大声呼喊说 南越国的军队侵入边界了 那时便可趁乱起兵 刘安采纳了这个计谋 派人到卢将军 会计军开始实施 怀南王还是很犹豫 他问五皮 我举兵西进 诸侯王一定有响应我的 但万一要是没人响应 我该怎么办呢 五皮回答说 大王可挥军向南 夺取恒山 再攻打卢将军 抢到巡洋的船只 扼住九江的入口 堵绝彭里湖口 使南军的兵 不能沿江而下 同时向东攻去江都国 和快级军 向南联络越国 坚守于长江拐水之间 这样还可以争取些时间 怀南王听后 首拍机案说 很好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一旦情况紧急 便逃到越国 这时 都拥有关滥南王太子 刘千的坏事 报告了皇上 汉武帝派廷尉监 去逮捕 淮南王太子 淮南王听说后 就与太子谋划 赶紧召见丞相 和两千弹级官员 想杀掉他们 然后发兵 后来 丞相来了 内室和中尉 却没来 淮南王心中盘算 只杀掉丞相的话 还是没有用 于是把丞相也放了 淮南王犹豫不决 事情迟迟定不下来 太子心想 我所犯的罪 是想谋刺朝廷中尉 现在 那些参与过谋划的人都死了 不会有证人了 他就对淮南王说 群臣中能够任用的 先前都已被捕 您担心实际未到怕失败 那么 我情愿前往自首 平息这场争断 淮南王也想苟且偷安 就此罢休 就答应了太子 太子随即文景自杀 却没有死成 五皮一直参与谋反 这时 他主动到司法官吏那里自首 告发了淮南王谋反的事 官府马上出动 逮捕了淮南国太子和王后 包围了王公 抓获了所有参与谋反的人 还搜出了谋反的证据 然后上奏汉武帝 武帝把案子交给公卿大臣们审理 结果 所有受淮南王谋反一案千连的列侯 两千旦官员 侠客等几千人 都按罪行轻重 受到了惩处 恒山王刘次 是淮南王的胞弟 也受牵连要定罪受罚 有关部门请求逮捕他 皇帝没有同意 赵王、刘鹏祖、列侯、曹香等四十三人 就刘安的罪行进行了会商 大家一致同意道 淮南王刘安大逆不道 罪行确凿 应当斩首 丞相公孙宏 廷尉、张汤等 把大臣们的决议上奏给汉武帝 武帝派遣宗正 带福洁去治淮南王的罪 使者还没有到达淮南 淮南王刘安就自杀了 王后图、太子谦 和许多参与谋反的人 都被灭了足 从此 淮南国被取消 改成了九将军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恒山王谋反师国 上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播讲 汉月 恒山王谋反师国 上 恒山王刘次 也是淮南立王刘长的儿子 他本来是卢江王 因为私下与南越多有来往 吴楚叛乱平息后 被签调为恒山王 掌管着长江以北的地区 恒山王刘次 与淮南王刘安 是亲弟兄 但彼此之间又嫌隙 互相指责 关系不和睦 恒山王得知 淮南王在做叛逆的准备 也倾心结交宾客 严加防范 防备被淮南王吞闭 汉武帝元光六年 公元前129年 恒山王入京师朝见天子 他的业者魏庆懂得方术 打算上书天子 表示愿意侍奉天子 恒山王闻讯后 勃然大怒 诬陷魏庆犯有死罪 刑讯逼供 迫使魏庆承认自己有罪 但是恒山国内使认为 逼供不对 不愿意定魏庆的死罪 恒山王又让人上书 控告本国内使 内使受到刑讯 反而揭发了恒山王的 种种劣刑 恒山王平时屡次侵夺别人的田产 甚至毁坏人家的坟墓 来扩大自己的耕地 有关部门因此请求 拘捕恒山王 治他的罪 天子没有批准 只下令限制恒山王任命官吏 凡200代以上的官吏 都改由天子直接委派 恒山王怀恨在心 与大臣西慈 张广昌商议 访求懂得兵法 和会观测天象的人 把他们搜罗在门下 这些人搬弄是非 日夜鼓动恒山王密谋造反 恒山王的王后叫程叔 一共生了三个子女 大儿子叫刘爽 被立为太子 二儿子叫刘孝 女儿叫刘五彩 此外 宠妃徐来生有子女四人 美人绝姬也生子二人 王后成叔早死 徐来被立为王后 绝姬也身得恒山王的宠幸 徐来和绝姬两人 互相猜忌各不相让 绝姬经常在太子刘爽面前 说王后徐来的坏话 她说 是徐来让婢女用古术 害死了你母亲 太子信以为真 心中十分怨恨徐来 有一次 徐来的哥哥到亨山国 太子跟他饮酒 借姬用刀刺伤了他 借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王后见太子 竟敢欺负自己的哥哥 又恼又怒 便常常在恒山王的面前 诽谤太子 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太子的妹妹五彩 骄横跋扈 出嫁后被夫家休憩 回到娘家 她回来后更不安分 先与家奴有私情 后又与宾客有私情 太子看不顺眼 常常规劝 责备妹妹 五彩讨厌哥哥 管自己的事 就不再与他来往了 王后徐来 见到太子兄妹合不来 就有意拉拢五彩 对他特别亲热 五彩和二哥刘孝 从小丧母 一直依附于王后徐来 关系比较密切 王后这时格外表现出一副慈爱的样子 处处关心他俩 三人联合起来 共同诋毁太子 横山王受了这三人的警响 越来越讨厌太子 时常借故 责打太子 元硕四年 公元前一百二十五年 有人刺伤了王后的继母 横山王疑心是太子主使的 就把他毒打了一顿 后来 横山王患重病 太子声称有病 不肯去服事 刘孝五彩和王后 乘机在横山王面前 诋毁太子 他们说 太子根本没病 他自称有病 却面带喜色 为大王生病而感到高兴 横山王一听大怒 决意废掉刘爽 理刘孝为太子 王后徐来 知道了横山王的意图 便设法把刘孝也一同废掉 徐来有个侍女 擅长跳舞 得到横山王的宠爱 徐来便让这个侍女 与刘孝亲近 想以此来玷污刘孝 企图将刘爽 刘孝兄弟二人一起铲除 而让自己的儿子刘广 取代他们为太子 刘爽知道了王后的计划 心中盘算 王后一直没完没了地 迫害自己 不如与她发生私情 堵住她的口 以此王后饮酒 微醉 太子刘爽走上前去 向她敬酒 乘机坐在王后的大腿上 调戏她 王后大怒 哭哭啼啼地向横山王告状 横山王怒气冲冲地 把太子喊来 要把她捆起来好好揍一顿 太子知道横山王早就想废除自己 立弟弟刘孝为太子 这时也豁出去了 嚷嚷着对横山王说 刘孝和您宠幸的侍女私通 五彩跟家奴私通 我要上书向天子并明这些事情 您还是多吃点饭 长长力气吧 说完扬长而去 横山王叫人拦住他 但下人无法拦住太子 横山王只好亲自驾车去追赶 太子被追上后 胡喊乱叫 横山王怕他泄露机密 就用镣铐把他拘禁在宫中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横山王谋反师国 下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播讲 汉乐 横山王谋反师国 下 横山国太子刘爽被横山王拘禁后 刘孝受到横山王的宠爱 横山王觉得刘孝才能异常 便让他佩戴上王印 号称将军 让他住在宫外的住宅里 并给了他很多钱 让他去结交宾客 刘孝的宾客们越来越多 他们探听到横山王和淮南王一样 准备谋反 便有意煽风点火 想乘机大捞一把 横山王受到蛊惑 就让刘孝的宾客 救贺 晨洗 制作战车 箭矢 雕刻 天子洗印 准备启示 并想方设法招募周秋那样的壮士 横山王还经常列举 无处造反时运用的种种谋略 要大家照着做 他告诉陈下说 他不敢像淮南王那样 想登上天子的宝座 只是恐怕淮南王起事后 吞并他的国家 同时 他还希望将来淮南王西晋攻打京事后 横山国能够乘机发兵 平定和占有长江 淮水一带 汉武帝元寿五年 公元前124年的秋天 横山王一立入朝觐见天子 他经过淮南国时 淮南王刘安迎接了他 和他大续兄弟友好之情 最后两人近视前嫌 握手言和 约定共同造反 横山王随即上书告病假 天子赐书 准许他不必入朝了 元术六年 公元前123年中 横山王派使者上书朝廷 要求废除太子刘爽 立刘孝为太子 刘爽得知消息后 也立刻采取行动 指使自己的心腹白银 到京师长安上书朝廷 告发刘孝私自制造战车 见识 还告发刘孝与横山王的侍女 私通 刘爽想以此败坏刘孝的名声 让他也做不成太子 白银到了长安 还没来得及上书 就因为牵连到淮南王谋反的事 而被捕了 横山王听说刘爽派白银 去京师上书 担心他把自己阴谋造反的事 给说出来 马上上书反告太子刘爽 告他大逆不道 试图置刘爽于死地 天子把这件案子交付给佩郡 命令就近查处 汉武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122年的冬天 有关部门派人去搜捕 参与淮南王谋反的人犯 结果没有抓到 后来在刘孝的家中 抓到了曾经参与淮南王谋反的陈喜 于是有关官吏 弹劾刘孝藏密罪犯陈喜 刘孝十分害怕 心想陈喜平日常常与父王 记忆谋反的事 万一他告发了怎么办 又疑心太子刘爽 让白银上书朝廷 是不是已经揭发了造反的事 刘孝思前想后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听说法令规定 先自首的人可以免除罪责 从宽处理 于是刘孝决定去自首 刘孝跑到有关部门自首 交代了自己与旧贺 陈喜等人秘密制作谋反器械 印章的罪行 亭魏经过审讯后 认为证据确凿 公亲大臣们便上奏天子 请求逮捕并惩治恒山王 天子却说 不要逮捕他 随即派遣中尉司马安 大行令李希去衡山国 就地讯问衡山王 衡山王见事情已经败露 只好把全部情况 如实做了交代 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王公 防范有人逃跑 同时 司马安和李希 连忙回京师汇报审讯结果 公亲大臣们请求天子 派遣宗正 大行令和佩郡 共同处置恒山王 恒山王闻讯 自吻而死 刘孝因为自首有功 被免去了谋反罪 然而 因为他与恒山王的侍女私通 触犯刑律 还是被处死了 王后徐来 因用古术害死前王后成书 被处死弃使 太子刘爽 因恒山王告他大逆不道 也被处死弃使 凡是参与恒山王谋反阴谋的人 都被灭族 恒山王国从此被取消 改作恒山郡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相机行事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远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相机行事 吉岸 自 常如 濮阳人 汉武帝时 吉岸被任命为业者 吉岸办事颇有主见 为人严肃庄重 朝野之事都很敬畏他 汉武帝也很器重他 建元三年 公元前138年 敏月人和欧月人发生内战 互相攻伐不已 汉武帝得知消息 十分担心 就派吉岸前去视察 相机处理此事 吉岸到达无限 经江苏省苏州市 向无地人调查 月人情况 无地人反映 月人内部矛盾重重 又兴喜争斗 所以动不动就互相攻打 打打听听 几百年来 已经习以为常 吉岸了解了这些情况后 觉得反正月人 打累了就会停战 去不去都一个样 于是就决定回转长安 回到长安 吉岸对汉武帝说 月地人互相攻伐 这是由来已久的习俗 不必劳动天子的使者 去视察调解 过不多久 他们就会自动停战 陛下不必担心 汉武帝听了吉岸的话 终于放了心 有一次 河内郡突然发生重大火灾 烧毁了上千户人家 损失惨重 汉武帝闻讯后 立即派吉岸去调查 吉岸到了河内郡 详细地了解了火灾情况 原来 河内郡街道狭窄 房屋密集 一家偶然失火 蔓延到其他房屋 风筑火事 烧毁了千余家房屋 吉岸认为 这是偶然事件 不必大惊小怪 安置了灾民生活后 立即返回长安 途中 吉岸经过河南郡 发现当地人扶老邪幼 纷纷外出逃难 吉岸一打听 觉得问题十分严重 河南郡土地贫瘠 连年不是旱灾就是水灾 百姓们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当年大灾 百姓的生活更加悲惨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甚至有人饿得去吃死食 真是惨不忍睹 吉岸见到这种情况 来不及向汉武帝汇报 就拿着皇帝赐的符节 假传圣旨 命令河南郡太守打开官家仓库 向鸡民发放救济粮 由于吉岸相及行事 救了河南郡无数灾民 吉岸回到京城 急忙去向汉武帝汇报 他说 河内郡的火灾只是偶然世界 一家失火 殃及一千多家 灾民已经得到安置 陛下不必担心 汉武帝说 好吧 我知道了 你回去休息吧 吉岸站着不动 汉武帝觉得奇怪 问吉岸 你为什么还不退下 吉岸跪下叩头请罪 他说 我有罪 请陛下治罪 汉武帝诧异地问 你有什么罪啊 吉岸说 回京途中 陈路过河南郡 那儿发生大旱灾 颗粒无收 百姓们饿死无数 陈以陛下的名义 责令当地官府 放粮赈灾 未经陛下同意 陈擅自假传圣旨 罪该万死 汉武帝不但不生气 相反高兴地说 你能相机行事 救活无数百姓 只有功劳 哪有什么罪呢 汉武帝提升吉岸为 钟大夫 嘉奖他相机行事 爱护百姓的善举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设计之辰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设计之辰 吉岸为人高傲 倔强 爱说直话 所以常常得罪人 太后的弟弟 武安侯田坟 担任丞相 九卿一类的高官 来夜见田坟时 都行跪拜礼 田坟往往 拗不达礼 可是吉岸见田坟时 不曾行过跪拜礼 他常常只是 拱守行礼而已 有一天在朝会上 汉武帝说要选一些在文学上有成就 信奉儒家学说的读书人 打算施行仁义 效法尧顺的做法 吉岸却直言说道 陛下内心欲念太多 只有表面上施行仁义 怎么能做到尧顺那样的伟大功绩呢 汉武帝气得说不出话来 拂袖而去 朝会只好停止 公卿大臣们吓得面面相去 暗中替吉岸捏了一把汗 有人责怪吉岸不该顶撞天子 吉岸却理直气壮地说 天子设置公卿等辅佐之臣 难道是要他们察言观色 阿谀奉迎 使君王陷入不意的地步吗 况且我位居公卿身在其位 必谋其正 即使自己因此招货 也不可让朝廷蒙上羞辱 汉武帝退朝以后 对左右侍候的人感叹说 哎 太厉害了 吉岸这家伙耿直得近乎愚笨 库吏张汤改定刑律法令有功 被任命为庭位 吉岸曾多次当着皇帝的面 质问张汤为何要改变律令 并责备他改得不对 吉岸说 你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大臣 对上你却不能发扬光大 先帝的伟大业绩 对下又不能遏制和消除 天下的歪心邪念 你既不能让国家安定 人民富裕 又不能是犯罪减少 却严苦苛苛 任意无为 毁坏行之有效的救治 只图成就个人的事工 你把高皇帝锁定的律令 乱改一气做什么 你这样做是会断字绝孙的 吉岸常常跟张汤发生争论 张汤口才好 吉岸总是说不过张汤 他愤怒地骂张汤 人人都说见识短浅 不识大体的小文书 不能让他们做公卿大臣 这话真不假 假如按你讲的去行事 那么天下人害怕悟到法网 就会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次 吉岸一连病了三个月 没有上朝 皇帝多次派人去慰问 赐给假期让他养病 最后一次发病时 庄柱替他请假 皇帝趁便问庄柱 吉岸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庄柱回答说 如果让吉岸做某部门的主管 他未必能超过别人 但是如果让他辅助少祖 却能沉着坚定地 守护一定的事业 即使驱赶他 他宁死也不会走 他那种坚定不移的 憨直态度 就是古代孟奔 下狱那样勇武的人 也奈何不了他 皇帝点点头 说 是啊 古时有所谓 与国家共存亡的 社稷大臣 吉岸算是尽死他们了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如道之争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仗义直言 匈奴火焰王归向汉朝 带领部众来到长安 许多汉族商人跟他们做买卖 但是汉朝律令规定 汉人随便卖东西给外人是犯法的 因此 触犯这条律令 而背叛杀头的商人 有五百人之多 吉岸上书 请求汉武帝单独接见 武帝在卫阳宫高门殿接见了他 吉岸恳切地对武帝说 过去匈奴人进攻我们的边疆要塞 断绝了和亲的友好关系 我们新兵讨伐他们 死伤的人不计其数 耗费的钱财也成千累万 臣下是个笨人 愚蠢地认为 陛下俘虏道的匈奴人 应当把他们统统赏赐给出征战死的兵士的家属做奴隶 破敌后 缴获的财物也应该全部拿来送给他们 以此来慰问天下人 补偿老百姓 如今即使不能做到这些 也不能因为魂爷王领数万人来投降 不但用尽了国库里的钱财来赏赐他们 还蒸发善联的百姓来服侍他们 如同奉扬天之骄子 况且无知的老百姓 怎么知道出卖长安当地的东西 给来详的人是犯法的呢 陛下即便不能用所得的匈奴人和财物 来慰劳天下人 又怎么能让法律滥尸科法 杀害无辜的百姓五百多人呢 这就如人们所说的 保护树叶却伤害树枝啊 陈认为这样做不足取 五弟沉默了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批准结案的奏情 并且不高兴地说 朕好久没有听结案说话了 如今他又在胡言乱语 几个月后 急案犯了点小罪 幸好碰上大赦 没有治罪 只被免除官职 于是他隐居田园 安详度日 过了几年 政府改革壁制 废除半两钱 改住五珠钱 百姓中有很多人私住钱币 楚国故地尤其严重 汉五弟认为淮阳郡是楚国故地 便启用吉案 任他做淮阳太守 想借重用他的威望 治理那个地方 吉案拜扶于帝 辞谢赵令 不肯接受印刑 五弟三番五次地下赵 他这才勉强接受赵令 临行前 他特地拜访了大行令李希 对他说 我如今要离开朝廷 到地方周郡去 再不能参与朝廷大事的议论了 然而 御史大夫张汤这个人 狡诈多变 他的智侨足以拒绝别人的批评 他的诡诈 足以为他掩饰自己的过失 他巧遍 谗媚 绝不肯根据正道 替天下人说话的 而只会迎合皇上的心意 皇上心里不喜欢的 他跟着大肆诽谤 皇上心里喜欢的 他随着大家称赞 他喜欢制造事端 玩弄法令条文 在朝廷内 他心怀鬼胎 迎合皇上的心意 在朝廷外 则挟制残忍严酷的恶力 来维护自己的威严 立功 您位列九卿 应趁早向皇上进言 否则 你将会跟他一起遭罪的 然而 李希畏惧张汤的势力 终于不敢向皇帝进言 吉岸到淮阳郡就任后 处理郡政就跟当年在东海郡 又内史任上的一样 在他的治理下 淮阳郡的政事清明 后来张汤果然犯罪 自杀而死 这时皇帝也听说了 吉岸告诫李希的话 因李希自保不严 判处了李希不严之罪 同时 赵令吉岸在淮阳太守任内 支领诸侯王国相一级的俸禄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好交朋友的正装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 汉月 好交朋友的正装 正当时 自装 陈县人 正装的祖先郑君 曾是项羽手下的部长 项羽死后 郑君归降了汉朝 汉高祖刘邦下诏 命令那些从前是项羽属下的大臣们 谈及项羽时 必须直呼项羽的名吉 表示彼是项羽 而尊崇汉氏 郑君刚正首义 降汉的大臣中 只有他一个人不肯按照令板 结果 汉高祖又下诏书 把那些凡事肯称呼项羽的人 都任命为大夫 只有郑君 没有被任命为大夫 但郑君问心无愧 郑君的后代 郑庄 也是个狭义之士 好打抱不平 常常救人于危难之中 他曾从困境中 解救了梁孝王的大将张羽 因而声名传扬于梁楚之间 汉景帝时 郑庄做了太子社人 太子的侍从官 他特别喜欢结交朋友 当时条令规定 官吏办公 每五天休假一天 郑庄在长安四郊 设置马匹车辆 每逢休假 便四处访鹏拜友 或迎宾送客 往往忙到第二天天亮 郑庄很喜欢皇帝老子的学说 特别静慕年老 而又得操的人 他时时与这些人交往 唯恐以后再见不到他们了 他当时年纪轻 官位低 但他结交的知己好友 都是全国有名的世人 而且往往在年龄上 可做他的祖父 汉武帝即位后 郑庄由太子社人 升为鲁国的中尉 纪南郡的太守 江都国的相 一直升到九卿 担任了幼内使 郑庄做大官的时候 常常告诫守门人说 凡有客人来 不论他地位高下 都要立即请进来 不要让求见的人 在门口等候 郑庄重礼敬贤 所以能放下自己高贵的身份 千功地对待来客 郑庄为人千节清正 又不懂得经营 从不添置私产 完全依靠朝廷俸禄 及赏赐过日子 他还常常接济友人 因此他并不富有 他赠送给别人的礼物 往往只是一些食品 每次上朝的时候 只要皇帝有空闲 郑庄总是向皇帝 称道天下闲人 推荐世人和诚实等属利 每当此时 他都说得津津有味 极力称颂他人的贤能 对于自己的手下 郑庄从来不知乎其名 不论对长官 还是对下属 他讲话时 都是小心谨慎 生怕说错了什么 以致伤害对方 一旦听到人家 说了什么好主意 他便马上报告给皇上 唯恐说迟了当务国事 因此朝野上下都异口同声 称赞郑庄 虽然郑庄人缘很好 可是他在朝廷议事时 常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 封赢皇上的意志 从不敢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当初武安侯田坟 与魏妻侯窦英 为贯夫的事 在汉武帝与王太后面前 相互公结 武帝让群臣进行挺议 郑庄作为右内使 先是肯定窦英 后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致使汉武帝动怒 把他由右内使降为詹氏 后来郑庄又调升为大农令 郑庄晚年时 汉朝因为征伐匈奴 招服四方少数民族 耗费很大 财力和物力日渐匮乏 郑庄所保举的人 在给大司奴搞运输时 营私舞弊 亏欠很多款项 怀炎郡太守司马安 揭发了这件事 郑庄因此获罪 纳述赎罪后被降为平民 不久 郑庄又在丞相府 暂待长使之务 皇帝认为他年纪老了 就改任他为汝南郡太守 没几年便在太守任上去世了 去世时 他家里没有一点积蓄 宾客也早都离他而去了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笑死尽洁的苍鹰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迹 史迹 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月 笑死尽洁的苍鹰 智东 在汉景帝时担任中郎将 他效忠皇室 不畏权贵 执法严厉 威震敌胆 是当时汉朝明仲义时的忠臣 被称为苍鹰 有一年的深秋 万木萧条 秋风鸟鸟 景帝带领一般王公贵族 以及他的宠妃们 来到上林院游猎 智东也是其中的一个 刚来到上林院 景帝的爱妃甲姬去上厕所 突然有一只野猪 被景帝的车账人马所惊吓 冲进厕所 打猎的队伍顿时 人人紧张起来 但又不便进厕所 驱赶野猪 景帝恐怕贾妃受到伤害 牧师制兜去救贾姬 制兜认为 进厕所去救贾姬 有失身份和体面 就装作没有看见皇上 牧师的样子 景帝只好拿起兵器 亲自去救贾姬 智东唯恐景帝有失 立即浮在景帝的面前说 皇上失去一个姬切 可以再在民间挑选一个 天下之大 哪里会少家鸡这样的人呢 皇上即使不以天子之躯为重 也因为国家宗庙和太后着想 而保重自己呀 听智东这样一说 景帝就没有去厕所救贾姬 野猪冲进厕所 惊魂未定 贾姬见状 一声惊叫 反而把野猪吓跑了 太后听说这件事 认为智东对皇室一片忠心 赏赐给他一百斤黄金 那个时候 济南有个信件的宗族 共有三百多家 有钱有势 刁钻狡诈 倚仗自己的势力 横行相礼 欺凌百姓 玩弄法律 目无官府 连两千旦的官员 都奈何他们不得 于是 景帝就派智东 担任济南太守 智东深深理解皇帝的用意 到任后 微服私房 掌握了 剑氏宗族大量的罪证材料 于是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调集府中兵力 抓获了剑氏宗族的守恶分子 使得他们全族猝不及防 智东 又以极大的勇气和果断 诛杀了剑氏全族三百多家 同时严惩 全郡罪大恶极的人 智东的举动 使全郡震动 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 也都恐惧颤抖 惶惶不安 智东到任一年多 济南郡正值清明 出现了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的局面 智东为人勇敢而有气魄 公众怜悯 不逊私情 他曾经说 我想受朝廷的俸怒 出来做官 就应该奉公尽职 为国家笑死尽劫 就在智东担任中尉期间 临江王刘荣 触犯法律 临江王刘荣 是太后的亲信 因此其他官府 都不敢受理这一案件 汉景帝十分信任智东 于是赵令将这一案件 交中尉府智东审理 临江王深知 落在智东手里 自己已没有逃脱法网的希望 想写奏书答谢皇上 请求宽容 智东禁止下令给他刀笔 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络 魏祈侯窦英 是临江王刘荣的朋友 他派人找机会把刀笔送给临江王 临江王在狱中写了封信给景帝 没有得到景帝的宽容 绝望之中畏罪自杀了 太后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怒 就故意罗知罪名 重伤智东 智东因此被罢免官职 父贤在家 然而景帝依然信任智东 派遣使者到智东家里 封他为燕门太守 命令他立即到任 不必到京师谢恩 以避免太后从中作梗 燕门今山西省代县 是汉代北面边关 匈奴活动猖獗 智东早就明镇边关 匈奴十分害怕 他一道任 边境的匈奴守兵全部撤退了 直到智东死后 匈奴兵都不敢靠近燕门关 为了克服对智东的惧怕心理 匈奴首领曾制造了一个木偶人 形体就像智东 命令骑兵贵舍 由于他们心存恐惧 竟没有一个人射中 有智东把守 燕门关无战争 然而 窦太后对智东怀恨在心 想封设法捏造罪名 陷害智东 汉景帝想要救智东 对窦太后说 智东是一个大忠臣 太后却说 林江王难道就不是一个英雄吗 最终 窦太后杀了智东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匈奕逢迎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播讲 汉越 区域逢迎 张汉 田区域 田区域逢迎 张汉 章汉 章汉结为至交 并把他引荐给当时的权贵们 从此 张汉的仕途顺畅起来 武安侯 武安侯 田区域 做丞相时 任命张汤为内使 时常向朝廷推荐他 于是 汉武帝 任命他为 世遇使 处理汉武帝 交代要办的事情 张汤 极力结交 天下的名士 附庸 风雅 孤名 调育 他自己内心 虽然和这些名士不合 但表面上 还是虚假地 称赞他们 张汤 为了 讨 武帝欢心 千方百计地 迎合武帝的心意 当时 汉武帝 正 清心 如学 张汤 判决 大案时 极力 引经据点 父会 故意 并且请那些研究尚书 春秋的博士弟子 担任书记官 他向武帝 奏鸣 疑难事情的时候 必预先向武帝 一一分别说明 事情的原委 武帝认可了 就恭恭敬敬地 记下来 并公布为法律 极力送扬皇帝的英明 如果受到武帝的谴责 张汤 就老老实实谢罪 并且说 臣的下属们 对臣提过这样的建议 就和皇上的意思一样 是臣没有采纳 愚昧不灵 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 武帝见他认错的态度好 也就不偿怪罪 张汤执法办案 很合武帝的心意 深得武帝的赏识 有一次 淮南王 恒山王 江都王 联合谋反 案发之后 武帝把这一重大案件 交给张汤审理 张汤想 这些人很有势力 平时总是与自己为难 现在 他们落到了我手里 正是诸楚 一级力量的时机 于是 他穷究深追 查出了很多受诸连的人 要对他们处以重刑 严重和武匹 这两个皇帝进宫的护卫 也都受到诸连 武帝考虑到 他们在自己的身边 辛辛苦苦 殷勤周到 想释放他们 张汤装出一副 忠心耿耿的样子说 武匹本来就是反叛的主谋人 而严重是皇上 出入进宫的护卫臣子 却敢私交诸侯图谋造反 现在不诛杀 以后就不能管理其他臣子了 武帝以为他说的对 就对这两人论罪处罚 从此 张汤更为显贵 升为御史大夫 不久 匈奴魂爷王等人投降汉朝 汉武帝想成匈奴内部分裂之机 新兵讨伐 一举征服匈奴 扩大疆域 张汤深知武帝 浩大喜功 为了迎合武帝的心意 就极力主张新兵讨伐匈奴 当时的汉朝外表强大 实际上国力较弱 地方豪强兼并 富商大股 垄断财富 加上山东大汉 庄家颗粒无收 百姓缺一少时 流离失所 正仰赖官府 供应接济 朝廷新兵要耗费大量的财力 物力 国库空虚 自顾不暇 哪还能顾及百姓的死活呢 张汤治国家人民于不顾 只是一味讨皇帝的欢心 为了充实府库 应一时之需 张汤称皇帝旨意 采取了两条措施 一是铸造大量的白金和五珠钱 二是征收天下的盐铁税 并公布了收税的办法 想以此来防止富商大股的垄断 削弱豪强势力的兼并 因此张汤深得皇帝的信任 每次上朝奏事 他向皇帝谈论国家的财政大事 很合皇帝的心意 他们谈得十分投机 有时忘记了吃饭 在朝的丞相们反而觉得很空闲 天下的大事都由张汤来决定 然而张汤的措施并没有使官府得利 百姓受益 百姓生活痛苦骚动不安 张汤就以严酷的刑罚来治罪 一世间张汤成了皇帝少不了的人物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众叛亲离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 汉月 张谦通西域 上 张谦 汉中人 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狼官 一次 汉武帝询问 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 匈奴打败了月支 他们用月支王的头做大酒杯 月支人被赶跑 离开了自己的领土 对匈奴 常怀着仇恨 想攻打匈奴 但自己的力量太小 又得不到别国的援助 那时 匈奴对汉朝边境的骚扰 十分猖獗 汉朝正在想办法消灭匈奴 汉武帝听了这个话 因此想和月支沟通往来 汉朝到月支的路途遥远而艰险 一定要经过匈奴 朝廷招募能担任初始月支的人 张谦凭他的狼官资格和他对汉朝的一片忠心 应募初始月支 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张谦在唐义士家中找到了一个向导叫甘父 他原是胡人的奴隶 对去月支的路途很熟悉 他们一同去到隆西而去 不久进入匈奴的地盘 匈奴人把张谦俘虏了 押借给禅瑜 禅瑜下令扣留他 说 月支在我的北边 汉朝怎么可以往那儿派使者呢 我要是派使者到越国 汉朝会答应我吗 匈奴把张谦扣留了十几年 给他娶了一个老婆 生了个儿子 尽管这样 张谦始终不忘汉朝交给他的使命 一直保存着汉朝交给他的使节 开始 匈奴对张谦看管得很严 时间长了 对他的管束渐渐放宽了 张谦找到一次机会 得以和他的随从们一起逃走 向着月支前进 一路上 风沙很大 干旱少水 他们历尽艰辛 鸡餐可饮 往西走了几十天 来到大渊国 大渊国的人们 早就听说汉朝十分富足 想要和汉朝往来 只是找不到门路 见到汉朝使者张谦 大渊国王非常高兴 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 问他说 你打算到哪儿去 张谦说 奉汉朝之命 初始越之 却被匈奴封锁了交通要道 不得已 在匈奴滞留了十多年 好不容易才从匈奴逃了出来 但愿大王派人做向导 送我去月支 如果到达月支 将来回到汉朝 汉朝送给大王的彩礼 是数不完的 这些话正合大渊国王的心意 就派了向导和翻译人员 送张谦一直到康居国 康居国又从驿站 转送他到大月支 大月支王已经被匈奴杀死 他的太子被立为王 月支为了向西边迁移 占领了大夏国 并在那里住了下来 统治着那里的人民 大夏国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没有外族的侵略 月支只想太平无事 快乐逍遥 本想争取汉朝的援助 又觉得自己和汉朝距离远 因而没有向匈奴报复的意思 张谦受到了月支王的热情接待 跟随月支王来到大夏 但始终没有得到月支 和汉朝联合抗击匈奴的明确答复 张谦在月支留住了一年多 启程回国 紧挨着南山及天山脚下走 想从羌族的游牧区回国 但被匈奴俘虏了 再次被扣留了一年多 正巧蝉鱼死了 卓姑李王攻打蝉鱼太子 想自立为王 匈奴国内混乱 张谦乘机带着他留在匈奴的妻儿 还有当年的向导干父 一同逃回了汉朝 武帝见张谦一片忠诚 出使西域有功 拜张谦为太中大夫 干父为奉使君 张谦为人坚强而有毅力 度量宽宏信任别人 同时也被人们所信任 外族人都很喜欢他 干父本来是匈奴人 擅长射箭 在去西域的途中 遇到困重紧迫的时候 就摄取天上飞禽 地下走兽用来冲击 与张谦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 早先张谦出使时 和他一同去的总共有一百多人 在外师三年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回到汉朝 张谦亲身所到的地方有 大渊 大悦之 大夏 康居 他听说 在这些国家旁边 还有五六个大国 他把这些情况 全都向汉武帝汇报了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张谦通西域下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远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播讲 汉月 张谦通西域 下 张谦身为校尉 跟随大将军魏卿去抗击匈奴 在沙漠中行军 张谦熟悉地形 他知道哪里有水草 应于何处屯兵 大军人马没有受到困乏 汉武帝元朔六年 公元前一百二十三年 张谦因公被封为博望侯 元朔七年 张谦任魏魏 和名将李广一道 从右北平出兵 抗击匈奴 匈奴把将军李广包围了 军队伤亡很大 张谦作为援军 延误了约定的时间 没能及时赶到为李广解围 依法应该处斩 因他对朝廷有功 准许他用罚金抵罪的办法免刑 削取官职 降为平民 也是在这一年 汉朝派票旗将军霍去病 在西域大破匈奴 歼灭了几万人 霍去病率兵乘胜追击 把匈奴一直赶到麒连山 第二年 在河西走廊一带 游牧的匈奴首领 魂爷王 率领他的百姓 投降了汉朝 两年以后 汉朝又把匈奴人 赶到沙漠以北去了 此后 为了进一步解决好 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汉武帝多次询问张千 有关大夏等国家的情况 张千又想再次出使西域 报效朝廷 以供赎罪 宁儿说道 臣拘留匈奴的时候 听说乌孙国王叫昆默 昆默的父亲是 匈奴西边一个小国的国王 匈奴攻打乌孙国 把昆默的父亲杀死了 昆默刚出生时 匈奴把他抛在椅外 他饥饿的哭声 引灯乌鸦 闲着肉在地面上飞 狼跑过来用奶喂他 蝉鱼感到十分奇怪 以为他是神 就把他收养下来 昆默到了壮年 蝉鱼叫他带兵打仗 屡次建立功勋 蝉鱼就把他父亲的民众 交还给他 让他长期驻守在西域 昆默率领他的民众 进攻一些附近的小国 实力逐步增强 部队有好几万人了 并且能争善战 匈奴柴雨死后 昆默为了摆脱他们的控制 率领他的民众 迁移到远地 独立了 不再去朝见匈奴 匈奴派突击部队 去袭击他 又不能取胜 认为他有天神帮助 于是离他远远的 并把他当作保护国 最近 匈奴蝉鱼被汉朝困扰 原来浑叶王居住的地方 空着没有人 像乌孙国那些民族 都贪图汉朝的财物 如果现在重重地 赠送乌孙一批彩礼 招引他们往东迁移 让他们居住在 原来浑叶王住的地方 和汉朝结为兄弟国家 按情理来说 他们是应该听从的 如果这样 等于砍断了匈奴的右臂 和乌孙联合了 他的西边的大厦等国 都可以招引而来 成为汉朝的附属国 汉武帝觉得张谦有战略眼光 就拜张谦为中郎将 出使乌孙 率领三百人 美人两匹马 牛羊上万头 带着价值千万的 金钱财博礼物 张谦是正使 还配备着很多 持节的富士 如果路途方便 没有阻碍 就让那些富士 各自独挡一面 到乌孙国以外的 其他国家去 张谦来到乌孙国 乌孙国王昆末 接见汉朝使者 态度十分傲慢 这是张谦非常难堪 为了维护汉朝的尊严 他抓住 昆末贪心的弱点 对他说 天子赏赐的东西 接受的时候 一定要启拜 大王如果不败 就把赏赐的东西退回 昆末听了 不得不起来败些 张谦把这次出使 乌孙的目的 告诉昆末说 乌孙能迁到 胡叶王居住的地方 汉朝将嫁一位郡主 做昆末夫人 昆末国王 沉淫良久 没有表态 昆末国王 为什么不能做主呢 原来 乌孙国离汉朝距离远 不知道汉朝的大小 离匈奴距离近 屈从匈奴时间长 大臣们都害怕匈奴 不愿意搬家 昆末年纪老了 他的十几个儿子 为争夺王位继承权 而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其中有个儿子 名叫大陆 强悍 很会带兵打仗 率领一万多人马 在别处居住 大陆的哥哥 理所当然被立为太子 也就是王位继承人 太子死得早 临死时 对昆末国王说 一定要立陈曲 集太子的儿子做太子 别让其他人代替他了 昆末很悲伤 答应了他 大陆因为没有做太子 很恼火 就联合那些兄弟 带着众人造反 计划进攻陈曲和昆末 昆末时常担心 大陆会杀了陈曲 就分给陈曲一万多人马 另外驻 他自带一万多人马自卫 这样 国家民众分成三个部分 因此 昆末不敢自主和张谦有所约定 张谦在乌孙国分别派遣赴使 出使到大渊 康居 大跃支 大夏 等附近一些国家 张谦看到乌孙国 四分无裂的局面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与昆末达成什么协议 就准备启程回国 乌孙国王为他派遣了向导和翻译 又派了答谢的使者几十人 想乘机探看一下汉朝究竟有多么大 张谦回国之后 朝廷拜任他做大型 即掌管接待外宾的高级官员 位列九卿 只有一年多 张谦就与世长辞了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五地公大渊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汉乐 五地公大渊 汉朝初始西域的人越来越多 有个曾经初始过大渊的年轻人 对汉五地说 大渊的二师城有两马 但是他们藏起来不肯卖给大汉使者 俗话说 英雄爱骏马 红粉赠家人 五地善于骑射 非常爱马 尤其喜欢大渊的马 听了年轻人的话 五地心里十分羡慕 就派遣善于像马的人 以及壮士数十人 车载黄金千金 和黄金铸成的马 前往大渊 向大渊国王交换二师的两马 大渊与汉朝交往多年 已经有了很多汉朝的财物 对汉朝的钱财 也不再觉得稀罕珍贵 大渊国王和他的大臣们 并不怕得罪汉母帝 他们知道 汉朝离他们路途遥远而艰险 汉使者从严则来 每次死亡过半 从北方来 又有匈奴阻挠拦截 从南方来又没有水草 并且住宿困难 缺乏粮食供给 汉朝没有办法派大军来讨伐 因此 汉朝虽然强大 也奈何不得他们 他们有恃无恐 就不把汉使者放在眼里 大渊国王说 二石城的马是大渊的宝马 不能轻易换给汉使者 汉使者十分恼怒 大声责骂大渊国王 并捶坏了金马 以示绝交而去 大渊的大臣们说 汉使者太轻视我们了 汉使者离开大渊后 大渊国王命东边的玉成国 派兵杀了汉使者 并截夺了财物 汉武帝闻之派案大怒 许多曾出使大渊的人都说 大渊国兵力弱小 如果派三千汉兵 用强弩射杀他们 就可以攻破大渊了 武帝曾经命捉野猴 攻伐楼兰国 他只用了七百骑兵 就俘虏了楼兰国王 所以武帝也认为 三千汉兵足以讨平大渊 于是 武帝封他的宠臣 李师的哥哥李广丽 为二师将军 征集六千骑兵 以及郡国游手 好闲的少年几万人 去攻打大渊 用命浩侯王 辉做军队的向导 李多任校尉 主管军政事务 二师将军向西进兵 经过沿泽 沿途小国惧怕汉兵 都坚守城池 不肯供应粮食 汉兵军中缺粮 不得不攻城取粮 有的城池能攻破 有的几天都打不下来 征战与饥饿 使得士兵死去大半 汉兵到达玉城 不过几千人 并且饥饿疲倦 没有战斗力 攻打玉城不下 反被玉城兵打得大败 士兵们伤亡很大 二师将军李广利 和校尉李多等人商议说 像玉城这样的小城池 尚且都不能攻下 何况大渊国的都城呢 二师将军决定退兵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征战跋涉 回到敦煌的士兵 不过原来的十分之三 二师将军上书汉武帝说 路途遥远艰难 又缺乏粮食 军队最忧虑的不在于打仗 而在于饥饿 因士族太少 不能攻下大渊 请求暂且罢兵 待皇上增派兵力后 再去攻打 武帝看了奏折大怒 派遣使者守住玉门关 下令说 有军士赶入玉门关者 杀无赦 二师将军恐惧 就留在敦煌 就在二师将军 驻兵敦煌的那年秋天 桌野后 有两万多士兵被匈奴所杀 朝廷官员都请求暂时停止攻击大渊 集中兵力攻打匈奴 汉武帝坚持要讨伐大渊 武帝说 小小的大渊都不能攻下 那大夏等国就会轻视汉朝 大渊的梁马也不会送到汉朝 连乌孙轮头等国也会欺凌汉朝使者的 汉武帝处罚了那些 主张停止攻伐大渊的官员 赦免囚犯 征派那些亡命之徒和边疆骑兵 一共六万人 经过一年的部署 被租粮草和器具 准备从敦煌出发 当时天下震动 相传 奉命攻打大渊的将校就有五十多人 考虑到大渊城内没有水井 城内的百姓都要到城外汲取河水 因此 武帝又派遣水利工匠数十人 去改变大渊城下的水道 让城中人无法喝到水 同时 增派甲兵十八万 在九泉张叶的北面 设置居盐 修徒 来拱卫九泉 另外 征伐天下的罪犯 被二十将军运送粮草 又有两名直屈校尉 随大军而行 准备在攻下大渊后 选取两马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二师再出兵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 汉乐 二师再出兵 汉武帝决心要攻取大渊 一切部署停荡 命二师将军李广丽 从敦煌再度出征 讨伐大渊 二师将军考虑到这次出征 人员太多 恐怕沿途小国供应不上粮草 就把部分分成几路 由南北两道进兵 二师将军亲领大军 浩浩荡荡从北陆进兵 沿途小国见汉兵势大 不敢抵抗 纷纷出城迎接大军 并拿出粮食供应军队 只有轮头国不肯投降 汉兵攻打了几天 冲进城去 几乎把轮头国的人杀进 从此 大军所向披靡 长驱直进 顺利到达大渊 大渊国王得知汉兵将到 对部下说 汉兵长途跋涉 士族疲惫 我们要趁汉兵立足未稳 打他个措手不及 汉兵刚到大渊城下 大渊兵倾城而出 迎击汉兵 哪支汉兵马路途顺利 梁草丰足 抵达大渊的士兵有三万多人 并且士气旺旺盛 大渊兵一出动 大渊兵一出动就被汉兵用强弩射了人杨马翻 死伤惨重 蜂拥退入城内 紧闭城门不敢再出战 汉兵将大渊城围得水泄不通 二师将军派水利工匠断绝城内水源 使大渊满城军民口渴难忍 困苦不堪 汉兵乘机连日急功 打破了大渊外城 俘虏罗大渊贵人勇将奸谜 大渊兵恐惧纷纷逃入内城 大渊贵人见外城攻破 勇将被俘 情势十分危急 就相互记忆 有人说 汉兵攻打大渊的原因 是因为国王吴寡 藏觅两马 杀了汉使者 如果我们杀了国王 献出两马 就可解围 我们这样做了 如果汉兵还不退 再与汉兵拼死一战 也不委婉呢 大渊贵人都赞同这个意见 于是他们就共同杀了 大渊国王吴寡 割下他的头颅 派人送给二师将军 他们说 你们不攻打我们 我们献出所有的两马 任你们挑选 并且 为你们供应充足的粮食 你们如果一定要攻打 我们将杀尽两马 与你们决意死战 康剧国的旧兵一到 我们内外夹击 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 二师将军立即召集部将商议 他说 我听说 大渊城中现在有汉人 他们知道绝境的方法 并且成立粮食还很多 我们发兵到这里 也不过是要惩罚罪魁祸首吴寡 现在吴寡已死 再不退兵 他们会坚守城池 等到我军疲倦 康剧国旧兵一到 他们内外夹攻 我军取胜的把握不大 部将们都有这种想法 二师将军就答应了大渊的请求 大渊献出所有的粮马 任汉使挑选 拿出充足的粮食 供汉兵食用 二师将军命直驱校尉 挑选了几十匹粮马 和三千多匹中等马 大渊的大将魅菜 对汉使者十分友好 二师将军拥立他 担任了大渊国王 双方缔结了盟约 汉兵才退走 另一支部队 由校尉王申生等人率领 从南路进发 到达豫城后 大约只有一千多人 豫城守将 建汉兵军事单薄 不肯供应汉军粮草 这支部队 离二师将军率领的大军 相距只有两百多里 王申生倚仗大军的威势 不把豫城守军放在眼里 大声责骂豫城守将 并声称 不开门限量 大军一到 将踏平豫城 啥个鸡犬不留 豫城守将知道 攻打大冤的汉军 分不出兵力 并不惧怕 他派人侦察到 王申生军中 粮食越来越少 士族饥饿疲劳 又只有一千多人 一天早晨 豫城守将发兵三千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冲击汉军 汉军没有提防 结果全军覆没 王申生被杀 只有几人逃脱 向二师将军报告 二师将军命搜索都尉 上官杰去攻打豫城 豫城王进汉冰势大 逃跑到康居国 上官杰追到康居国 康居国王听说 汉冰已打破大冤 不敢收留豫城王 把他献给了上官杰 上官杰命四名骑士 押送豫城王到二师将军军营 途中这四个人商议说 豫城王为汉人深恶痛绝 如果让他逃走了 会无大事 我们将有杀头之罪 不如砍下他的头 拿着走放心 但是没有人敢动手 上规都尉 赵帝年少胆大 敢作敢为 拔出宝剑 砍下了豫城王的头 汉朝大军打败大渊 其他小国无不匍匐 他们纷纷派自己的子弟 随大军回汉朝 向汉天子纳贡朝拜 汉武帝把各国朝贡的人 扣留下来 作为人质 以控制各国 二师将军因罚大渊有功 被封为海西侯 其他受封赏的人不计其数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郭姐行侠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播讲汉月 郭姐行侠 郭姐是子弟人 她的外祖父许富闯荡江湖 是当时有名的看首相的人 郭姐的父亲也喜欢行侠仗义 在汉文帝时被处以死刑 郭姐生得短小惊悍 貌不惊人 从不喝酒 这一点与那些身高体大 性情凶悍 嗜酒成性的侠义之事不一样 郭姐年轻时 为人狠毒 感到不快意时就动手杀人 亲手杀害的人很多 同时 为人也即讲义气 为朋友报仇 能以身相许 隐藏逃犯 作奸犯科 抢劫掠夺 撕住前壁 盗掘坟墓 无所不为 作恶不可胜数 但她运气却好 似乎有上天保佑 常常在十分紧急危险的时候 能得以脱身 或者犯罪被捕以后 又遇到朝廷的大赦 郭姐年岁大了 开始转变操刑 检点自己的行为 常常以德抱怨 给予人家的很丰厚 而对人家的要求却很少 她以行侠仗义 而感到自豪 她救人性命以后 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德 然而 她狠毒的本性 难以更改 常常为了一件小事 而像年轻时一样 突然暴怒 当时有的年轻人 仰慕她的为人 经常暗中 替郭姐打抱不平 为她报仇 并且不让郭姐本人知道 郭姐行侠 不必六亲 一礼兴事 有一次 郭姐姐姐的儿子 依仗着郭姐的威势 同别人一起喝酒时 强迫别人把酒喝干 那个人喝不完 她便端起酒杯 揪住那人的耳朵 提起脑袋 强行往她嘴里灌酒 那人火了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将郭姐姐姐的儿子杀死了 然后逃走 没有抓到凶手 郭姐的姐姐发怒说 郭姐这么讲义气 别人杀了我的儿子 而杀人凶手 却抓不到 便将她儿子的尸体 抛弃路旁 不安葬 想以此来羞辱 和激怒郭姐 郭姐派人暗中查访 找到了杀人凶手的住处 凶手为情势所迫 主动将事情的全过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郭姐 郭姐听了说 你杀他是应该的 使我的外甥不对 于是放了凶手 归罪于他自己的外甥 并且亲自收拾安葬 这件事情传扬开去 人们都赞美郭姐的侠义 更加钦佩他 归附他 郭姐每次从村子里 进进出出 人们都对他十分尊重 或问候 或低头让路 唯有一人 十分傲慢地盘腿坐着 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郭姐就派人去问 这个人的姓名 郭姐的门客 看他对郭姐如此无礼 准备杀这个人 郭姐心情沉重地 自我反省说 住在乡里 静置于不受人敬重 这是我的德行不好啊 他有什么罪过呢 于是他嘱咐卫使 县卫手下的书吏说 这个人是我所看重的 我敬重他这种敢于 蔑视有势之人的傲慢品格 轮到他服劳一时 免了他 因此每到轮流更替服役的时候 屡次放过那人 官吏也不追究 那人对此感到很奇怪 打听其中的缘故 他得知是郭姐 使他免出服役 十分惭愧 于是向郭姐赴金请罪 子弟的年轻人 听说后更加仰慕郭姐的威人 洛阳这个地方 有两家结下仇怨 当地的贤民豪申 数十人从中进行调解 但这两家始终不听劝解 仇家的门客 于是去见郭姐 请郭姐出面调解 郭姐认为 化解仇怨是狭义之事 分内之事 于是当夜就去建立这两个仇家 郭姐首先了解了双方结仇的原因 提出了公正合理的化解的办法 并对他们进行了耐心诚恳的劝导 由于他们对郭姐既尊敬又畏惧 勉强听从了她的调解 郭姐为了给当地豪申留面子 便对仇家说 我听说洛阳的诸位豪申从中调解 你们多不听他们的劝解 现在你们给我面子 听了我的调解 我怎么能从别县来夺取 本地乡咸绅士手中的调解权呢 于是当夜便离开洛阳 临走时告诫当事人 不要让人知道 她郭姐进行过调解 她对仇家说 你们暂且不用我的调解 等我离开后 洛阳的豪申进行调解 你们听从他们的 郭姐这种古道热肠 在当地传为美谈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郭姐蒙渊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播讲汉月 郭姐蒙渊 郭姐为人 平时态度恭敬 从不乘车子进入县衙门 到别的郡 为别人帮忙办事 事情可以解决的就解决 解决不了的 也尽量让各方满意 事情办好了 她才肯接受别人置办的酒食 豪申们因此十分敬重她 争着替她效劳 当地的年轻人 以及附近各县的豪申 常常带十多架车 深夜来叩门拜访 请求郭姐把门客 给他们接回家中供养 汉武帝元硕二年 公元前一百二十七年 朝廷把豪族富家迁移到茂陵 郭姐家里贫穷 不符合豪富的资产标准 不属于迁移对象 但她又在迁移的名单之中 当地的官吏 惧怕触犯上级的命令 不敢不迁移她 大将军魏卿出面为她说话 郭姐家境贫穷 不够迁移的资格 武帝听魏卿替她说话 就说 一个平民能使将军替她说情 这样看来 她家里不会贫穷 皇帝发了话 郭姐家便迁移到茂陵 临行时 乡里人士都为她送行 并出资达一千多万 可见她在乡里受人尊敬的程度 指县人杨记主的儿子 做县礼的官吏 是她提出郭姐的名字 郭姐家才被迁移的 所以 郭姐哥哥的儿子就杀了她 从此 杨氏和郭氏两家就成为仇家 郭姐迁入关中 关中的贤名豪身 不管是了解她的 还是不了解她的 听说她的名声 都争着与她交朋友 郭姐从不喝酒 出外也从来没有车马 有些侠士为郭姐打抱不平 暗中杀死了杨记主 杨记主家人上书告状 有人又把告状人杀死在京师皇宫的门前 敢于在皇宫门前杀人 胆子也太大了 这不是在皇帝面前示威吗 于是 汉武帝派官吏 拘捕郭姐 郭姐值得逃走 他将母亲 妻子 儿女 安置在下阳 郭姐逃亡到了临近 临近人吉少公 素来不认识郭姐 郭姐假冒别人的姓名 请吉少公放他出官 吉少公放走了郭姐 郭姐又转逃入太原 他每经过一处地方 往往把自己的来宗去迹 告诉收留招待他的人家 官吏追捕他 就根据别人提供的行踪线索 找到了吉少公那里 吉少公才知道 自己放走了朝廷追捕的罪犯 于是畏罪自杀 官吏们追查线索的口供 也就断绝了 因此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官府才捕到郭姐 官府开始彻底追查郭姐 所犯的罪过 经过调查 郭姐确实杀了不少人 但那都是发生在汉武帝 大赦天下以前的事 郭姐被赦之后 从未杀过人 在追查郭姐案件的过程中 只现有位儒生 陪同追查郭姐的使者 座中有人称赞郭姐 这个儒生却说 郭姐专门做奸邪的事 触犯国家的法律 怎么能称得上贤民呢 郭姐的门客听说后 就将这个儒生杀了 并割断了她的舌头 官吏认为是郭姐 暗中指使人干的 因此责问郭姐 要她交出杀人犯 而郭姐确实不知凶手是谁 杀人的凶手也终于追查不出来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官吏向上报告 说郭姐无罪 朝廷中御使大夫 公孙宏却说 郭姐身为平民 行侠耍弄权术 因一点小怨小恨就杀人 郭姐虽然不知道 然而这样的罪行 比她本人杀人还要重 应判大逆不道的罪 于是朝廷下令 诛杀了郭姐和她的家族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交赢得获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 汉乐 交银得获 汉武帝时 宫中有两个得宠的臣子 一个是韩王姓之子 韩颓当的树孙韩燕 他原先是个世人 另一个是歌舞艺人李延年 他是个宦官 这两个人都因为交涉盈逸 而招致祸患 汉武帝原先做交东王时 韩燕与他一同学习书法 相互指点 切磋记忆 感情很好 汉武帝做了太子后 更加亲近韩燕 你来我往 两人的友情进一步加深 韩燕很会骑马射箭 也善于阿谀奉迎 讨人喜欢 汉武帝即位后 想讨伐匈奴 韩燕为了讨好皇上 就率先专心钻研 练习匈奴的兵器 因此 他的地位就越来越尊贵 官职身为上大夫 皇帝的赏赐 已经和邓通差不多了 他和武帝的关系 也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 常常和武帝一同起居 形影不离 有一次 汉武帝的义母帝 将都王刘飞 入朝觐见武帝 武帝允许他 一同到上陵院中打猎 出发前 先派人轻盗 禁止行人通过 武帝又派韩燕乘坐副车 带着上百个骑兵 一路及时 观察猎物的动静 江都王远远望见 有车马过来 以为是皇上驾到 便让随从人员都回避 自己在路旁 恭恭敬敬地 扶在地上 等着拜见 可是 韩燕像没看见似的 急驰而过 不见江都王 韩燕过去后 江都王看着车辆 扬起了尘土 想到韩燕耀武扬威的样子 他的脸都胀红了 咬牙切齿 非常气愤 回到宫中后 江都王刘非 哭着向皇太后 诉说了 这令人羞辱的冷遇 然后说 我是江都王 可是地位 还不如一个小小的韩燕 请允许我 把封国还给朝廷 回到皇宫中 和韩燕一样平起平坐 听了刘非的哭诉 皇太后痛心地说 这个韩燕 简直太不像话了 你不要难过 由我替你做主 从此 皇太后就开始厌恶韩燕 寻找机会治韩燕的罪 韩燕侍奉皇上时 经常出入嫔妃的住所 也没有人敢禁止 时间一长 她和一个嫔妃 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后来 她的奸情终于败露 皇太后闻讯大怒 就派人命令 韩燕自杀 汉武帝知道了 赶紧前来替韩燕 向太后谢罪说情 但始终没有打动 太后的心 最后 韩燕不得不自杀 李延年是中山人 他和他父母 以及他的兄弟姐妹 原来都是歌舞艺人 他们的歌舞 都曾经红极一时 李延年还因此 做了地方官 也曾因犯法而受到攻刑 被贬为管理猎权的小官 武帝的姐姐 平阳公主 在武帝面前 谈起李延年的妹妹 擅长舞蹈 于是武帝 召见李延年的妹妹 看到李延年的妹妹 长得漂亮 舞姿优美 武帝非常喜欢她 就召她进宫 不久 李延年也被召入宫 转眼之间 成了显贵的皇亲国旗 李延年很会唱歌 也通晓音律 经常创作新歌 当时武帝正新建天地庙 想创作诗歌配乐歌唱 来庆贺天地庙的乐成 李延年是个有心计的人 善于领会武帝的心意 于是很快做词谱曲 配乐演唱 武帝听了这些歌曲 非常满意 李延年的妹妹 也更加受武帝宠幸 李延年做了 专管音乐的律律都尉 年俸两千代粮食 他备受武帝宠爱 经常和武帝同睡同起 地位非常显贵 李延年渐渐变得骄横起来 他出入皇宫 傲慢放纵 趾高气扬 根本不把朝中大臣 放在眼里 大臣们都非常记恨李延年 三番五次地上奏 说他的坏话 李夫人去世后 武帝对李延年的宠爱 就逐渐减退 由于朝中大臣 一再攻击 武帝动了怒 将李延年和他的兄弟姐妹 拘捕 处以死刑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郭舍人的主意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 汉乐 郭舍人的主意 汉武帝时 有个受宠爱的歌舞演员 郭舍人 他很注意说话技巧和说话效果 所以 他虽然经常给皇帝提意见 但能使皇帝听来内心舒服 乐意接受 武帝年幼时 东武侯的母亲曾经当过他的奶妈 补育过他 武帝长大后 仍然不忘奶妈的养育之恩 非常敬重他 一直称他为大荣母 武帝的奶妈大概每月两次入宫来走动走动 每次来都要在宫里住几天 武帝都安排饮食款待 还派宠臣马游钦拿五十匹捐筹赏赐给奶妈 奶妈见五帝这样孝顺他 心中十分高兴 他想 前些年给皇上喂的那些奶水 总算没有白味 他这样想着 就又提出了一些别的要求 他上书五帝说 某地有一块宫田 希望能借给我耕种 五帝问 大荣母真的想要那块地吗 奶妈心情十分迫切 五帝就把那块宫田赐给了他 平时只要是奶妈说的话 五帝没有不听从的 他还下令奶妈可以自由来往宫中 他乘坐的车子可以在玉道上行驶 不得阻拦 因此 当时公亲大臣都非常敬重五帝的奶妈 见到他 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 或者远远地躲避他 随着五帝奶妈的地位不断提高 他家的子孙奴仆也仗势欺人 在长安城中横行霸道 当道拦截路人的车马 抢劫路人的衣物 闹得长安城中一片混乱 消息传到朝中 五帝十分痛心 也十分气愤 但又不忍心用法律来制裁奶妈 主管的官吏奏请五帝 要把奶妈一家迁移到边疆去 五帝眉头紧皱 久久沉思 犹豫不决 最后只得忍痛准奏 奶妈启程前 进宫向五帝当面辞行 他先去见郭舍人 难过得泪流不止 他说 我是皇上小时候的奶妈 如今皇上不念旧情分 要流放我们全家 我真的是不想活了 说完又大声哭泣起来 郭舍人上前连忙劝阻道 您先别难过 我给您出个主意 您到宫中后 马上就去拜见五帝 辞行后快步退出 多回过头来看看皇上 皇上一定会灰心转意的 奶妈入宫后 立即面见五帝 叩头谢罪 然后辞行 快步退出时 双眼含着泪 几次转过头来看五帝 脸上显出依依不舍的神情 这时郭舍人在一旁 故意大声喊道 呸 老婆子 还不快走 皇上已经长大了 难道还要你喂奶 才能活命吗 喂奶是过去的事 现在不需要你了 还老转过头来看什么 听了这些话 五帝的脸上感到一阵发热 他想到奶妈的养育之恩 想到奶妈去边疆后 会困苦不堪 既感到十分内疚 又非常可怜奶妈 就下令不准迁移奶妈一家 奶妈感激得泪流满面 跪在地上叩头 感恩戴德地说 感谢皇上的宽厚仁德 感谢皇上的再生之恩 我要教育我的家人 永世不忘皇上的恩德 往后 我要好好管教我的家人和奴仆们 绝不让他们再胡作非为 来损害皇上的声誉 我也不再做任何非分之想 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皇上的子民 不给皇上添任何麻烦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隐居朝廷的人 敬请收听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剧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汉月 一鹤怀宝 汉武帝时 魏皇后的哥哥 常平侯魏清大将军 率领军队追击匈奴 一直追到渔武水边 进蒙古图拉河 一路斩杀敌兵 捕获俘虏 战功赫赫 胜利回师 武帝下令赏赐黄金千金 当时 骑地人东郭先生 正以方氏身份 在公车府后职 他总是在寻找 谋得一官半职的时机 可幸运迟迟 不降临到他的头上 这一次 他看准魏将军受赏的机会 决定向魏将军献祭 以显露自己的才智 从而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魏将军出宫门时 东郭先生急忙走过去 当道拦住魏将军的车马 上前拜见说 小人有事并告魏将军 魏将军停住车 走到车前 看了看眼前这个 听差打扮的年轻人 问 你有什么事 东郭先生靠在车旁 轻声对魏将军说 我听说 宫中有位王夫人 最近才得到皇上的宠爱 家境还很贫困 如今大将军获赏黄金千金 如果把其中的一半 赠给王夫人的父母 王夫人一定会很感激您的 也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皇上 皇上知道了 一定很高兴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封赏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巧妙而便捷的计策呀 您愿意采纳这条计策吗 魏将军十分感谢东郭先生 说 幸亏先生告诉我 这个巧妙便捷的计策 我一定听从指教 于是 魏将军就用黄金五百金 作为寿礼 赠给王夫人的父母 王夫人知道后 欣喜地把这件事告诉五弟 要求五弟加倍封赏魏将军 五弟笑了笑说 呵呵 大将军这个人是个直肠子 他是不懂得这么做的 背后一定有人给他出主意 五弟召来魏将军 故作严肃地问 大将军一介咎咎五复 怎么也学会了弯弯绕绕来讨好我 恐怕不是你自己的主意吧 说说看 这是哪个谋士在幕后给你献的计策呀 魏将军抬眼看看五弟 知道瞒不过五弟 只得如实地回答道 哦 是在公车府后职的东郭先生 尽献的计策 如有不当之处 请皇上恕罪 五弟这才笑了笑说 没你的事 我倒要看看这个东郭先生 是何等人物 于是五弟下令 召见东郭先生 从他的谈话中 五弟看出他确实是个有胆有识的人才 就封他为某郡的都位 东郭先生在公车府后职时 因为没有一官半职 没有一点地位 所以谁也瞧不起他 谁也不理睬他 他贫困饥寒 穿的衣服 鞋子破烂不堪 冬天 他走在雪地上 鞋子有面无底 脚全踩在雪中 过路人嘲笑他像个乞丐一样 他却打趣地说 有谁能像我一样 穿着鞋子在雪中行走 让人看到上面是鞋子 下面竟是人的脚呢 说得过路人哈哈大笑 可是这些人哪能理解 东郭先生乐观宽广的胸怀呢 东郭先生被封为官后 俸禄两千代 他身穿官服 佩戴轻瘦 乘坐车架 前呼后拥 威风凛凛地去辞谢他的住所主人 那些以前和他一道后职的人 都来为他践行 一个个点头哈腰 唯唯诺诺 争着奉承他 贪负他 和以前鄙视 嘲笑的态度完全两样 那些曾经嘲笑东郭先生的人 现在看到他都十分惊讶地说 真想不到啊 一个穷得像乞丐一样 连鞋子都买不起的人 也有药物扬威的一天 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是怎么由一个穷鬼 一夜之间得到封赏的呢 这些人哪里知道 仅仅一个小小的计策 就使得东郭先生荣华富贵 名扬当代 他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 身穿粗布衣服 怀揣奇珍异宝的人 也就是处境贫寒 而内藏真才的人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司马谈临终重托 敬请收听 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 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 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 司马迁 颇奖 汉乐 司马谈临终重托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 大约死于公元前90年 字子长 汉左逢易下阳人 近陕西省寒城县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 文学家 他的不朽著作 史记 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通史 而且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文学名著 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 都具有很高的地位 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和文学 司马迁出身于史观世家 他的父亲司马谈 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 司马谈曾师从许多著名学者 学识非常渊博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熟悉历史 对朱子百家的学说 也颇有研究 他曾撰写论六家药纸一文 论述阴阳 儒 末 名 法 道 六家学说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司马迁生活在条件这样优越的家庭 他的成长无疑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司马迁早年在老家龙门过了一段木耕生活 十岁时已能送习古文 他受教于各种学派的老师 学到了许多知识 为了进一步扩大眼界 增长知识 二十岁时开始出外漫游求学 这一时期 他饱览了天下许多名山大川 游宗遍及今天的陕西 河南 山东 安徽 江苏 浙江 湖南 湖北等地 他曾经登上会计山 进浙江省绍兴市境内 考察幽深的玉学洞 游历九仪山 今湖南省宁远县南 探访大顺的踪迹 他不仅追寻古代圣贤的遗风异运 还细心搜集远古流传下来的珍贵典籍 他泛海 远水 湘江 领略体味离骚 九哥的浪漫风流 他荡漾在旧日的旗 鲁的首都 与当地的学者名流 研讨学业 观摩圣人故乡的礼乐文采 他来到大梁的故都 老人们为他讲述 信邻君 李贤下世 排难解分的故事 他漫步在烟影的废墟上 思索着楚怀王 清湘王 昏庸物国的历史教训 这一段游历生活 不仅扩大了司马迁的视野 丰富了他的见闻 也陶冶了他热爱生活 热爱祖国的感情 磨炼了他适应生活的顽强意志 游历归来 司马迁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令 不久他奉命出使南方武郡 安抚南方少数民族 出使期间他不仅表现出卓越的才能 圆满地完成了使命 还广泛地收集有关西南边疆各民族的资料 为他以后撰写西南仪列传 奠定了基础 元丰元年 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准备举行汉朝开国以来的第一次风扇大典 司马坛身为太史令 本该参加这次盛会 却因病滞留在周南 不能前往泰山 司马坛深感失望 病情加重 正在这时 司马迁出使归来 便赶往周南探望父亲 司马坛弥留之际 握着司马迁的手 嘱咐说 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 我死后 你也会做太史 继承先祖传下来的事业 孔子整理诗 书 写作春秋 成为后世学者的楷模 孔子死后 四百年来 诸侯兼并战祸连年 再没有真正的史书问世 我担心历史记载从此中断 所以收集了很多资料 准备写一部史书 现在我已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希望你能接着去实现它 司马迁听了泪流满面 郑重地回答说 我虽无恨高的才能 但一定谨记父亲的嘱托 完成这部史书 不让历史记载中断 感谢收听 下期播讲 司马迁发愤助史记 敬请收听再会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史记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原著西汉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 颇奖汉乐 司马迁发愤助史记 司马坛死后三年 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 他因为植物之变 可以阅读到皇家收藏的大量典籍 掌握了大量的史料 同时 他在游历和初始期间的丰富建文 也大大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汉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了太初历的修订工作 完成这项任务后 他就根据已有的史料 正式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三年 公元前98年 一桩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到司马迁头上 他因受李灵事件的牵连被捕下狱 最终被处以攻刑 阉割升职器官的刑罚 李灵本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 天号二年秋天 李灵随二十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 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主攻方向进入匈奴境内 李灵率五千步兵从别道夹击 目的是分散匈奴兵力 不料李灵孤军深入偏偏碰上了匈奴主力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李灵军队人数少且战且退 连战八天 杀死万余匈奴起兵 匈奴举国阵洞 请全国兵力围歼这支孤军 李灵军队伤亡过半 归路被阻断 只好投降匈奴 与此同时 李广利的大军一路扑空 连匈奴的一兵一组也没碰上 无功而还 尽管如此 李灵投降匈奴 毕竟是便捷行为 匈奴缠于欣赏李灵 甚至将女儿嫁给他 封他高官 消息传来 汉武帝极为震怒 命令处决李灵的老母和妻儿 司马迁昔日坐郎中官时 与李灵是同事 他观察李灵 平日为人孝顺恭俭 将信义众诺言 有国事之风 所以认为李灵 并非真心投降 一定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 汉武帝召见司马迁 问起此事 他就向武帝说了这番话 并强调李灵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杀伤众多敌军 应算有功 这些话大大触怒了武帝 武帝认为司马迁 是影射李灵无能无功 暗暗谴责自己用人不当 李广利是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兄长 深受武帝恩宠 武帝怎能容忍司马迁这种言论呢 于是他立即下令逮捕司马迁 以欺君的罪名处以攻刑 攻刑对司马迁来说 无疑是七尺大乳 这不仅摧残了他的肉体 而且在精神上 给了他极大的打击 开头 他简直感到痛不欲生 然而 当他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 使命犹在 他不能轻易毁灭自己的生命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正是在命运的残酷打击下 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他写道 周文王被拘禁 完善了易经 孔子终生困顿 删定了春秋 屈原被流发 创作了离骚 左丘失明 完成了国语 孙并断了双腿 转述了孙子兵法 吕不韦流放属地 留下了吕氏春秋 韩非子被秦国拘禁 写下了说难 孤愤 诗经三百篇 大抵都是圣贤们 发奋努力写成的呀 他决心 以古代圣贤为榜样 忍辱负重 顽强地活下去 努力完成史记 实现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 多少个寒暑过去了 司马迁 担惊结律 耗尽心血 终于完成了史记 这部内容浩凡的剧著 史记记述了上字传说中的炎帝 皇帝 下到汉武帝时代 三千多年的历史 共五十多万字 一百三十卷 其中 本记十二卷 记载帝王的世纪 和重大的政治事件 表十卷 用表格的形式 把错综复杂的史实 简明地排列出来 书八卷 分别记述我国古代礼乐 经济 天文 地理等方面的情况 世家 三十卷 记载诸侯的世纪 列传七十卷 为官吏 名人 乃至一部分下层社会的人 列传 这部书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我国西汉武帝以前社会的风貌 而且 以雄魂刚剑的语言 描述了许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塑造了无数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 这一切不仅充分体现了作者进一步的历史观和无谓的批判精神 以及爱憾 以及爱憎分明的正义感 还表现了他高超的文学技巧和语言艺术 史记中的许多人物 故事 成为后世许多戏剧 小说 取材的源泉 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 鲁迅曾评价史记 是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 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 本专辑已全部播讲完毕 主播的其他一些历史专辑已上线 欢迎您收听订阅 再会